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人人眼中的问题少年 从小学开始 他就给我夫妇俩不少的烦恼 几乎每个月 都会收到学校老师的电话 投诉我的孩子 种种的不适 他有什么事吗 甚至把女同学的鼻子 都给打流血了 到了中学 更有五位老师 告诉我要放弃教导这个孩子 我是一名家庭补习的老师 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刘老师 你会教别人的孩子 你却不会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每次听到的时候 我都会教我做这个妈的 我的心一直纠结着 你好 喂 伯母 你可以下楼吗 你的儿子到了家 还不要下来 又不要下车 他是不是要跟我做队 好 我先下来 不好意思 陈阳 下车 陈阳 下车 不要每次这样 陈阳 下车 陈阳 下车 陈阳 下车 伯母 阿姨 生气的 你每次这样 陈阳 阿姨 生气的 更让我头疼的是 这个孩子 有暴力倾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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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这样叫你 不要欺负他 你这么每次欺负他的 你讲不停的是吗 讲不停是吗 讲不停是吗 你 现在讲 你要打我是不是 你现在你是不是要打我 我问你是不是要打我 我讲你多少次 我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到底我做出了什么 我的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孩子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于这个儿子 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难道 我要这样放弃吗 有人就在这个时候 告诉我 不如把孩子送去慈祭 一定会变得听话 孝顺父母 但事实却是 陈阳 你在干嘛 回去上课了 他就算没有改变 我也没有打算放弃 因为我相信 只要我们把孩子 放在一个正能量的教育环境 就会得到真善美的种子 而三年后的某一天 奇迹好像发生了 我的孩子 因为曾祖母的离世 决定如素 我在去年7月的时候 我上了社会的一堂课 就是他播了一个视频 那些鸡蛋和牛奶的制造过程 那我就觉得那些牛和鸡 我们是生命 他们也是生命 如果你的人奶 你放去给牛喝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还没有进实际东西 我最动的感觉就是 我们是人他们是动物 然后我们吃他们是应该的 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进了持继过后 我就觉得 众生为平等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体谅一下他们的感觉 你们平常喝了这个吸管 你们拿去丢 你们觉得 唯一的一只 那个海龟就可以叫成这样子的伤害了 你们想看如果你们这一个班人 每一个丢一只 会有多少只海龟受到这种伤害 像你们推广这个吸管 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减少 你们每个人减少一个吸管 我们这一班就可以减少了 大约二十只吸管 孩子迈出的一小步 对我这个做妈妈的来说 却是一大步 让我最敬佩的人就是我妈妈 我想给我妈妈一个惊喜 她为我们家里付出了这么多 阿里 谢谢你带我走路实际 这个道场 我有想到 她可以 成长到这个程度 又穿着慈祭 吃到福 她真的是成长的 我觉得很真实 我觉得这几年来 我的坚持就是不放弃 就是让她持续在这个死上 我是做对的 从孩子身上 让我明白 教育始于家庭 而父母就是孩子最佳的灌溉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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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